现在已经开始放暑假了 不过学生在暑假期间的校外生活安全 市府是持续来加强重视的 尤其是现在在暑假期间 很多学生都喜欢结伴出游 现在这么热 大家都喜欢到海边来细水 市府也公布了高雄市有九大危险水域 呼吁大家千万不要前往细水 以免发生危险 炎炎夏日很多人喜欢到海边细水 高雄市教育局为了保障学生 暑假期间的安全生活 公布全高雄市的九处危险水域 包括茄定区 永安区 弥陀区 子关区 陵园区等滨海水域之外 还包括西子湾 南甲头沙滩 高雄市长陈菊 苦口婆心 再三叮咛大家危险水域 千万不要靠近 对于高雄市有若干危险的水域 细水 一定要注意 保护学生暑假安全 陈菊进一步要求市府 包括教育局 警察局 消防局等单位 全力守护学生校外安全 也希望家长能主动关心孩子 避免进入不良场所染上恶习 教育局 警察局 消防局等单位 在暑假的期间 能够对于学生飙车 黄毒 还有盐黄逆水等 这个重点工作 我们这几个基础要善尽责任 我们呼吁所有的学生 在暑假期间 不要涉及不良的场所 包括打工环境 交友方式和生活行为 市府都在山呼吁家长 要构同关心 关怀 让高雄市的青年学子 都能享受安全又快乐的暑期生活 港都新闻黄兰军周府庆采访报道